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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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像兩天前 奧地利的總理Nihammer 這個為什麼是奧地利的總理呢 奧地利不是北約的成員 我想一般人不知道 他相對中立 這是因為奧地利 其實在二戰後是蘇聯佔領的 拖了好幾年之後 西方就是英美這方 去跟蘇聯談判說你要這塊地 太遠了 對你也沒什麼好處 你就從那裡撤軍 我們也保證不讓他加入北約怎麼樣 後來蘇聯同意了 同意了以後呢 所以奧地利一直是一個半中立的狀態 又因為他是講德語的 因為他基本上也是德國人 通貨膨脹跟那個能源供應 還有那個經濟的前景 已經快受不了了 德國快受不了了 他事先不知道 他以為那些他內閣裡面那些立黨的人怎麼講 他就怎麼聽 結果現在德國的工商的領袖 然後開始警告他了 而且他本身是社會黨的 社會黨的話 他們很擔心那個工會 工會是他們主要支持者之一 那德國的工會呢 跟美國的工會不太一樣 但是他們是跟那個 他們跟企業家是分權的 所以基本上是站在一致對外的 就是他們本身內部沒有很強的矛盾 就是他們的企業結構是 事實上有兩個董事會 有一個執行董事會 還有一個監督董事會 這個監督董事會裡面有一半就是工會的人 就是上層的那個董事會有一半是工會的人 所以工會其實是很支持工商業的發展 所以這一次出了問題以後 你經過幾個禮拜問題呈現出來 以後那些工商界領袖 可以很簡單的跟工會領袖解釋這件事情 然後工會領袖再去跟孝子解釋這件事情 這時候孝子就開始著急了 著急了以後呢 然後他又已經制裁俄國制裁的泰國火 這個Putin已經不跟他講話了 所以他才找了Nihammer 可是Nihammer 也沒有彈出什麼 就是因為我剛剛講的 因為現在俄國民氣可用 而且又已經打出這些傷亡 你說烏克蘭當然 烏克蘭方當然誇大了俄軍傷亡的數字 但是事實上俄軍實際的傷亡數字 我認為大約是死亡了 陣亡2000人 以3比1的算的話 那傷的人數就是8000人 傷亡總共就是8000人 這還是一個很驚人很高的數字 遠比預期的要高 但是呢 雖然傷亡這麼多呢 他們認為是值得的 因為他們發現對方真的是 比他們想像的還要惡劣 然後現在是全民喊打喊殺 真的是你Putin即使現在要和談 反而是會有政變 所以我覺得孟元的這個 敘述觀點很重要 現在看起來已經和談之窗 已經關起來的 除非烏克蘭真的在俄羅斯所要求之下 條件做出重大的讓步 不過這個對烏克蘭來講 可能也不具備這樣的政治條件 美國英國這些國家 不只是這樣的 現在烏克蘭即使回去說 你當初開的那十幾條條件 我全部照單全收 是 俄羅斯也不會接受 現在你已經死傷了8000人了 現在Putin的看法是 既然如此的話 我不只要吃下東烏那兩個神 我連整個你南部的鱷語區 就是整個沿海 我都要吃下來 就是在整個亞素海的沿岸這邊 全部都要吃下來 全部吃下來 那他又不好意思說 我以前開的條件 我現在收回來 這總是有點不好意思 至少要先打下來以後再說 OK 好 這是為什麼 尼哈姆到俄羅斯以後 他不但沒有得到什麼結果 而且各方對他的態度很惡劣 就是故意要羞辱他 故意要不彈出什麼結果來 這是很明顯 你如果看那個細節 就是他並沒有 他們的會見不是在Cremlin 而是在 而是在Putin的一個辦公別墅裡面會見 根本就不把他當一回事 就是故意去羞辱他們 故意不彈出東西 好 我們 我們在 因為這個部分的判斷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現在的俄乌之間的戰爭 看起來大家都把和談的門呢 調子都拉得很高 和談的門呢 看起來是開著 但是基本上面呢 已經沒有辦法走過去了 所以大概勢必呢 需要透過在戰場上面呢 來解決 再回頭呢 再回到談判桌上